那我们现在针对于基改生物 不论是基改作物还是基改动物 它在养殖的时候 在种植的时候 对于这个培养环境的生态系 我们怎么来评估 它对附近生态系的安全上的评估呢 下面有几个重要的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评估生态系安全上的指标 第一个问题 你种植的这些基改生物 会不会难以控制的繁衍跟扩张 你先种了基改玉米 就它到处生 到处长 到了三田中都已经出现这些所谓的基改玉米 会不会无限制的扩张 无可控制的扩张呢 第一个要考量这个 如果它有机会到处繁衍 就散播出去了 那就变成外来入侵种 而且还是基改的呢 就有这方面的疑虑 所以第一个它会不会 不受限制的繁衍跟扩张 第二个 它会不会对于这些目标的特定昆虫 OpNT产生筛选作用 好举个例子 BT基改作物 它会产生BT毒蛋白 会不会久而久之 这些害虫们出现了抗药性 这些害虫呢 会怕BT毒蛋白的都死光了 不怕BT毒蛋白的就做大了 把它通过筛选的作用 加速了害虫的抗药性的产生 然后这第二个可能 你要评量 会不会有加速筛选 产生抗药性的问题 好第三个呢 你的目标生物会不会影响 除了目标生物之外 你会不会影响非目标生物 比如说我今天BT基改育民 要杀死害虫的 你会不会刚好你的好虫异虫也跟着杀死 你会不会作用在非目标生物 这就不是原来计划内的范围 而是杀死你预料外的东西 如果会就要评估了 代表它的杀伤力太大 会作用在你非目标内的生物 好最后一个 这些目标基因 有没有可能散布到别的物种上面 好这个跟第一点不同 第一点是这个作物会到处传播 到处繁衍 最后一个是指 作物没有传播没有繁衍 是它身上的基因 跑到另外一个生物身上 比如说这是一个A生物 它的基改基因 跑到B生物 使得这个B 莫名其妙变成基改生物了 好这种信用叫做基因的水平遗传 从A物种水平遗传到B物种 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有可能 因为生活中有很多微生物 包含将近物种 比如说玉米会不会跟野生玉米 做花本的杂交 那近亲物种的杂交 那你的基改 玉米的基改基因 就跑到野生玉米上了 好像近亲物种的杂交 或是环境中 生物体上的微生物 比如说病毒 会不会感染这个植物 然后把这个菌带走了 它感染另外一个植物 就把菌植物 另外一个植物 因为病毒有机会 它把菌带一带去 有些细菌也会 像刚刚之前讲的农杆菌 也可能 所以会不会通过微生物 把这些基改基因 转直到别的生物上 这叫水平遗传 如果发生了 你就不受控制了 所以以上这四点 就是针对基改生物 在生态性上的安全评估 这四点 你就要分别去评估 它的危险性 以上是相关的安全评估